GIS中心年格 冯甲大学地理资讯系统研究中心 成立于民国83年8月 为国内学术单位中 第一个正式承报教育部核准设立之地理资讯系统研究中心 本中心本着整合空间资讯的理念 及对资讯创新的坚持 以地理资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及卫星摇杆探测等空间专业知识为核心 配合现代网路化、行动化、视觉化技术 协助解决现有环境决策问题 带动校内空间资讯相关教学课程 更实际完成公民营机构各类型研发计划及专案400余件 中心组织架构 本中心研究人员 包含校内各企所30多位支援教师 以及80多位专任研究人员 其中博硕士学历占三分之一以上 研究背景皆来自资讯、土木、建筑、都记、土地管理、数学、测量、景观及水土宝石等不同领域 中心场所设备介绍 本中心在环境方面 除了各部门办公室之外 还包含备有教学广播设备的电脑教室、志工教室、研究生室 以及可容纳70人的大型会议室、研讨室和图书室 在硬体方面 包含数十部图形工作站及高速档案储存设备 并建立自动化备份系统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 其他还包含各式GPS接收仪以及单枪头语机等多项设备 在软体方面 包括国内外常用GIS及窑册、大型资料库软体等 在网络传输方面 采用超高速光纤及无线网络设备 搭配网络负载平衡器及硬体防火墙 专案成果 本中心主要承接各类公民机构委托计划 现阶段研究领域包含下列各种科技整合研发及应用类型 资源管理类 透过GIS整合山坡地、水库及水区 以及原住民保留地等自然资源的图面以及文数字资料 开发网络化管理系统 并配合PDA、GPS、数位相机及网绩网络技术 及时回传查证人员现场登录资料 整合GIS与水文模式 分析土地利用改变后 土壤充实及水源含氧量的变化 工程管考类 透过TripleW GIS技术 提供工程执行单位定期回报该辖区内各业务计划 工程位置与执行状况 各级主管可透过手机或网络 及时掌握各项计划进度及经费之用情形 达到施政计划管考的目的 便民服务类 整合兼具人性与科技的电子地图查询功能 民众只要透过任逍遥市民网 便可以马上取得各种实用的生活资讯 同时商家也可以透过虚拟商城平台 带动商机 大台中观光旅游网站 整合了中部各线市观光景点 艺文活动 民族节庆 消费讯息等旅游资讯及电子地图 成为中部旅游的首选入口网站 资讯化治安犯罪班典查询管理系统 更将民众报案资讯公开上网 有效监督警察机关执行效率 达到警政透明化与便民服务的目的 数位学习类 利用网际网络、资料仓服技术及行动化学习辅助工具 建立以空间资讯为基础的数位学习平台 并透过专题导向学习评量 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 行动管理类 结合GIS、GPS、电子及通讯技术 开发智慧型卫星定位车队管理派遣系统 辅助车队管理人快速有效地掌握所有车辆 提升车队运输效率 确保车辆运输安全并降低营运成本 三位防救类 在土石流危险区建置土石流观测站 进行风餐面积、土方流出量、直升富裕效益等分析 并制作3D立体飞行模拟 进而掌握灾区地形地貌变化 检验管理类 有鉴于千分之一地形图及GIS数值图形资料库的建置作业相当复杂 透过检验单位内外业抽验的查核方式 计算建置成果正确率 资料仓储类 透过资料转换程序 将大量的空间资料从档案形态转换成关联式资料库形态 提升资料的安全性与一致性 并利用资料挖掘技术萃取趋势性资讯 提供支援决策的参考 3D GIS应用类 运用虚拟实际技术与GIS资料结合 配合多媒体影像 制作与真实世界相近的虚拟城市 虚拟战场等3D地形资料库 强化整体视觉空间上的展现 教育推广与出版品 本中心易开办空间资讯学分班 GIS软体应用训练班 地理资讯应用学程 函暑假中小学营队 GIS数位学习等推广教育课程 以培养杰出专业人才 共编撰八本学术书刊及数套教学光碟 涵盖地理资讯系统、摇杆探测 3D GIS等相关理论与教学手册 专利、得奖与ISO认证 本中心致力投入应用科技研发 拥有多项技术发明专利 参与过百渔厂国内外研讨会 发表多篇学术其他论文 并荣获多项国内外成就奖项 为了强化产品竞争力 本中心加入多种资讯相关协会 并且通过ISO 9001-2000国际评保认证 不断依循相关程序与规范 落实品质政策与各项专案执行与技术研发 同时 本中心还自行开发行政管理系统 落实表单无止化 管理数位化的境界 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科技技术的研发 GIS不断朝向一般化 共享化 视觉化 元件化 以及行动化的趋势发展 本中心秉持GIS的专业与敬业 整合校内资源 吸收国内外优秀人才 研发产学合作专案 未来将继续致力于GIS RS与GPS的整合应用 积极推动公民营机构 GIS人才培训与教育推广 全力推动GIS衍生产品开发 与技术应用大众化 以整合空间资讯 及增进学术交流为宗旨 促进自然环境永续发展